曾经被视为永无止境上涨的一线楼市,如今却充满了令人堪忧的气息。 房价的下跌速度开始加快,原本万众瞩目的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等地区,到处都是房价暴跌的景象。 无数炒房者手中的房子,即使主动降价一百多万,也仍然脱手困难。 这场看似不会来的崩盘,终于还是无情地降临。 许多投机者惶恐地发现,自己投入巨资囤积的房产,马上就要一文不值。 他们曾经炫耀的豪宅和顶层公寓,即将变成毫无价值的废墟。 这股强烈的绝望和失败感,让许多人陷入无敌深渊,他们曾经膨胀的理想和自信,正在泡沫般破灭。 许多刚需家庭梦想已破灭,他们白白等待了这么多年,却在房价暴跌前一刻,满怀希望如是。 现在突如其来的价格下挫,让他们措手不及,苦苦哀求银行,延期还贷。 一时间,负债累累和濒临绝望的声音此起彼伏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在野说,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帮忙点赞订阅,开启小铃铛。 方便的话,请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,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进的动力。 感谢您。 这场看似没有尽头的楼市暴跌,已经让无数投资者心碎欲绝。 曾几何时,北京、上海和深圳的房价就像坐上了火箭,每年数十甚至上百个百分点的涨幅让人目不暇接。 谁能想到,这些传说中的魔法城市,也有一天会如行尸走肉般跌入谷底。 如今,每月的房价数据就像投资者心口的一柄利刃,搁呀搁,鲜血淋漓。 6月份,北上深三城分别下跌0.7%,1.2%和0.7%,跌幅之大令人忍痛入股。 这已经是继五月份暴跌后,三城房价再次集体跳水。 曾经的蓝筹项目,如今成了投资者口袋里的烫手山芋。 楼市暴跌,如断头台上的利刃,让多少股民临盆暴跌,倾家荡产。 眼睁睁看着曾经以以为傲的房产缩水,他们的心都碎了。 喜欢高歌的妈妈们,如今在深夜里痛哭,朝九晚五的打工人,开始频繁开夜车,来麻痹自己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绝望的低气压。 谁也不知道,这场看似没有尽头的暴跌,还会让多少人身败名裂。 我们都希望这只是个噩梦,然而梦醒时分,泪滴已昏了满脸。 多年来,一线城市的房价被高高捧上神坛,普通人望楼兴叹,只能绝望地目送天价房产,飞离自己的手心。 这场楼市狂欢,是与两个被广泛吹捧的美丽泡沫,土地稀缺和强劲需求。 人们坚信,供不应求的土地资源,注定会带动房价上涨。 一波又一波涌入城市的年轻人,注定会成为楼市永不干涸的泉源。 这些理论美轮美奂,却掩盖了普通人的哀嚎,为了一套逼色的公寓,他们不得不背上几十年的房贷枷锁。 为了争取在繁华都市立足,他们不得不舍弃故乡的追忆和乡愁。 当泡沫破灭之日,他们终于看清这个残酷的事实,稀缺的土地被投机者囤积,大量房屋却凋毙,外来人口争先恐后, 却还是在城市的边缘苟延残喘。 曾经璀璨的神话落了幕,如今治愈这座城市的,唯有普通人幻灭后的无尽绝望。 最近几年,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明显降温。 以北京为例,经历2016年房价高峰后,2017年房价就已达顶点,此后几年房价始终反复震荡, 但始终未能重回2016年的历史新高。 深圳和上海情况也较为相似,尽管时间点略有不同,但总体趋势与北京基本一致。 2019年,北京楼市迎来供应大爆发的一年。 这一年,北京新房供应量激增近60%,创下了八年来的新高。 大量楼盘置业蒙尘,开发商和业主都陷入绝境。 曾经一房,南球的北京,似乎楼市供应已然失控。 呈现上万套写字楼和公寓空置,积会日久。 开发商和中介无奈地看着空荡荡的样板房, 业主看着每天只有寥寥无几的看房者,心中五味杂陈。 楼市库存快速攀升,像压在每个相关者心头的一块大石。 开发商和银行对市场前景悲观,生意大不如前,资金链日益紧张。 业主看着房价一天天走低,却无力阻止。 购房者迟迟不肯入市,大部分人选择观望。 一时间,楼市低迷的气氛扩散开来。 人们谈论房子的言语中,不再有往日的兴奋与期待, 取而代之的是无奈、忧虑和失望。 最近几年,一线城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断下降, 使得人口流入,出现了断崖式下跌。 高昂的生活成本压得年轻人喘不过气来, 而残酷的内卷竞争让人心力焦脆。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开超级城市, 去二三线城市讨生活。 2022年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常住人口 出现了集体大幅下降,减少了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。 这预示着青春激情已经从这些城市退去。 曾几何时,一线城市对年轻人有着无限的吸引力, 承载了太多梦想。 而如今,这些梦想已经破碎, 年轻人们也在城市的高门禁下选择了退缩。 一线城市正在加速向冷清和老龄化滑去。 人口大量外流导致楼市供需严重失衡, 房价和房租全线下挫, 尤其是上海,房价房租跌幅领导全国。 这预示着一线城市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, 未来的发展前景堪忧。 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严重脱离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, 比如北上广深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惊人的20倍以上, 远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。 究其原因,一类人士分析认为, 这主要是由于灰色乃至非法资金大量涌入房地产市场所导致的。 具体来说,央行的一项调研显示, 通过各种途径洗钱的资金中, 高达35.9%都是流入房地产领域的。 这些来路不明的资金, 加上官员和权贵阶层用权力换取的黑色利益, 成为推高房价的重要因素。 一些投机买家和开发商正是依靠这些资金, 才能不断推高房价, 让普通民众望洋兴叹。 这已经严重扭曲了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, 形成了房价只能涨不能跌的怪现象。 如今, 过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已然瓦解。 政治上的权力争斗成为中心, 经济建设被抛诸脑后, 所有的行为都变成了维护一个人地位需要。 曾经建立的价格同盟联盟已然冬塌, 多年来的政治同盟也在这场权力游戏中土东瓦解。 灰色资金的逃离导致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暴跌。 一线城市房价之所以能持续飙升, 关键在于买房者对楼市执掌不跌的盲目信仰。 但如今, 这种信念却在动摇, 越来越多业主意识到一线楼市不断上涨的神话开始破裂。 当信仰东塌, 恐慌随之而来。 那些为追逐一线城市虚幻繁荣而舍小家的业主, 迷失方向, 心生绝望。 他们割肉降价套险, 却无人问津。 以北京为例, 十余年来房价已涨了二十倍。 当初五十万购入的房产, 如今净达千万。 即便主动将一百万, 寻找买家仍是难上加难。 区区一百万, 于泡沫般膨胀的房价又能惊动谁呢? 曾经一手缔造的虚幻繁荣, 现在成了禁锢他们的牢笼。 而这牢笼又岂是区区百万就能打破? 更大规模的房地产市场崩溃还在路上。